好 玩具TV第21季第二集 今天真是高達之夜 應該沒有人會違抗他 你哪裏夠膽違抗擁有巴力的他呢 Metal Robot 1 今次要介紹的就是 72處魔神首席巴力 原來他是首席 是呀 難怪這麼威風 得到他之後就無法離開 好像歪了身 先穿好一點 我們這裡很忙暖 其實當初出狼王 大家已經歡呼想要巴力 說了很久 想不到在狼王之後 還要出殘命 再出那個 不是狼王 天狼式 先到巴力 他肯出我已經算了 都是那句 老實說 巴力在第二季裡的機體 都擔當了一個 多重要 而又無謂的角色 很可憐 重要兩個字 是多餘 哈哈哈哈 這個我不再細講了 不過既然都不相差 既然是講開這個 72處魔神之首 這個高達機體的第一號機 巴力 都講一講背景 或者我講一講第二季 令我失望的原因 你講一講我沒有看 第一季本身其實是很精彩的 起承轉合齊 但是第二季開頭都沒有問題 特別是高達史上最精彩的 電視版的戰鬥 正正是在第二季發生 我用高達史上 他的第二季轉折是 金融變了藝康代筆的感覺 哈哈 是那個程度來的 是嚴重到那個程度來的 一來就弄盲又弄死又弄什麼 那個程度 盲死那些不重要 我又針對這個朱古力 嗯 你原本 我感覺他是一個智障 真的是智障 當著突然之間 你擁有了巴力之後 自從那句經典的對白 你竟然敢違抗擁有巴力的我 他由一個智障 變成另一個智障 他那個智力到底是否一個面具給他的 還是一坐了巴力 就過智商急劇下降 真是慘 唉 算了 絕對的權力 是 就令到他絕對腐敗了 他以為是有絕對的權力 你拿著手機 有關我托事給我 當然是搞你 他是當年那些 拿著玉璽 就以為自己可以出勝之 但其實是很有人性的 拿著雞毛就當令戰 是 是 但那個雞毛 他只是一個象徵 他沒有實際的能力 是 但他只是當那條雞毛是玉璽 是 你越高就越寫得越好 你記得看 都是這樣 但他的氣憤不是很多 所以變成好的地方其實不是很多 不好的地方都很精彩 精彩為何這麼不好 當然 其實如果有機會有其他外傳 其實現在已經有外傳 是手遊的 但真的說回當年這個握制戰 為何巴力會強悍得這麼交關 即是繼這個狼王之後 可以做到手絲雞這個動作 完全沒有改裝 由這麼多年到這個握制戰 三百年後 現在朱古力用回 他還可以跟當時的頂級MS 還要改過九萬多次的機體 即是難分軒質 即是本身巴力的機動性和戰鬥能力是非常高的 但不關駕駛的事 其實也關的 本身真的要有這個阿賴儀式 當然 其實本身高達骨架也是阿賴儀式 好 我們先看看玩具 對 吹太多水 因為一講鐵血 其實真的有很多話要說 看到本身巴力 整個外形 塔瑪迪靈 真的很漂亮 就算他這個設計上 你說他不是高達的故事出來 我可能也會買 因為他本身的設計很漂亮 看到本身非常誇張的角色 最大賣點就是 就是他背部的可變機動液器的電磁炮 因為他機體是白色 阿賴可能試試打開桌面的燈 看看會不會 有點黃色 可能沒有輪廓 對 拿走 這隻可能 我想說 其實擺久一點 應該都會黃眼 你問我 是不是他都蠻灰的 對 側一點 因為剛剛這樣射下去 沒有輪廓 因為白色 這麼白的東西 真是蠻難打燈 看見本身整件東西 真是能夠做到這個奇蹟 是應該的 那麼工具當然了 你說多一定不是 這麼多 對 我就叫做show出來 給大家看 其實初初我也不想show 但是Walker insist 想大家真的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本身 這件包包什麼東西 就是劍器 大家最重要的 就是用了這個阿賴耶色 和機底同步化之後 暴走眼 暴走眼 眼神 這個 哇 怕馬的貼心 大家可以看到本身 其實它已經在後面有一個專用的劍架 這個就是原本的尺寸 已經套了一把劍 但是為了在視覺效果方面 有更加出色的表現 它給你多一把 四劍 就這樣大一點 大一點 大一寸 有嗎 其實劍的原意是 想讓你做到有霸氣的 大張感覺的 perspective 一些做法的時候 中的劍 劍病一樣長 劍病一樣 但是劍身這樣看 就看到分別 它拉出一個勇者形狀的劍 沒錯 刀靈形 是非常之貼心的 因為多一寸就很重要 一寸長 一寸強 是 但是之前就是靠著這兩把劍 將MA 滅殺 可想而知 當時這傢伙 都應該是一個瘋狗 和這個三日月一模一樣 它是純近戰的 是 其實它也有電磁炮 但不是主力 主要是靠這兩把劍 所以為什麼這個巧克力是二刀流呢 我覺得是有關係的 剛才看到我已經插了一把劍 後面背部有一個專用的劍掛架 在未玩這隻劍之前 反而可以先玩劍架 看到 會不會阻礙大腿動呢 大家可以看看 本身這個劍架的可動性 它還接起來 哦 怎麼會阻礙呢 所以 而且它和裙甲也有少許的距離 對 都可以幫助到它的可動性 沒錯 所以問題不大 我自己真的很厲害 同樣 未插它全身之外 我就插了背部 看到它的可動翼 我以為這個機體會變翼 我覺得應該會有人稍後會這樣玩 其實它的翼的設計 令我覺得它的翼應該可以整個摺成背包 那類的 但它竟然不是 因為它用幾何同形砌出來的 很適合作變形合體的 這類型的造型 造型 或是噴射器 噴射器 所以它為何 七十二柱魔神來說 機動性應該最高就是巴力 還要在未改裝的情況下 好像只有它一個有背包 有翼 大家全部都是步兵 大致上 看到本身巴力的背部推進器的可動是怎樣玩 好 那就真是移動一下 當然 其實就著這個高達骨架 它的可動性是不需要擔心的 很高的 但它打低頭的幅度是更加高 不錯 不錯 它甚至乎它的頸 我看上去以為是五星物語 大佬 最初 旁邊的輪角很像尊輪 堅持尊輪 如果大家有玩開五星 真的看到這個是有些懷念 一個可一不可再的機設 但我對它很橫 橫的角又很有性格 好 手 文章也很漂亮 或者可以關閉上它的上色 當然主體確實只是很簡單的補藍色 而藍色亦有些金屬色的成分 帶著紙也很漂亮 對 甚至一點點的金屬反光感 用了金屬色來做噴射器的點絕 紅色一些marking 變成了整件事好出 而初代的文章 亦都是完美地再現 身上亦多了很多不同的 我姑且叫做類似Katoki的標色 非常漂亮和非常搶眼 白色主要有少許半光澤 我覺得它又不是全啞色 用了半光澤的塗裝 既然是高達金屬骨架 這就肯定了 否則不可以叫做Metal Robot雲 很清晰看到一些金屬位的佈置 好,繼續揉手 肩膀會不會對可動很大障礙呢? 我覺得最大障礙是它對角 所以你動的時候 要留意你才能動所有關節 想起真三一 肩膀和角撞在一起 但動型就沒有太多了 其實要動的話 我可以再動高一點 但我怕會頂到 可動性是不用擔心的 用側巾給大家看看關節位 你可知道它可以動得很厲害 橫切 一個橫軸 看到對折位是很清晰的 我想讓大家看看後面 少許穿崩 但它亦有做到一個架的油壓位 很漂亮 穿崩在它的機設上是合理的 因為它是共用骨架 沒錯 只不過它是裝甲 我會珍賞你這個 它的骨架是這樣的 它的骨架就畫出來給你看 是這樣的 是的 它的骨架就是這樣的 對 你穿一件骨架下去 有沒有穿崩 就是骨架的問題 看見本身的球形關節 也有一個上下擺幅的位置 不過不如順便 喔 已好的 順便掌握一個位置 當然了 擁有巴力的我 是一定要拿工具 還要不是拿一把 既然是這樣 就要拿兩把 什麼名牌 實劍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 是一個非常強勁的金屬 打造的兩把實體工具 巴力之劍 好名 好名 沒錯 就是巴力之劍 而且它一把大的 有拉透視的劍 它除了把劍 加闊加長之外 它還加厚 令它更加質感 質感很漂亮 是 初初我也想繼續 研究它的可動性 但是拿了這兩把劍 我又不得不 以拜個姿勢 忍不住 但它的顏色真的很漂亮 其實很長 它的白襯藍也搭得很好 因為它是一個金屬的 類似紫藍色 對 是紫藍色 但是很多師兄收貨的時候 就說下牌有歪的情況 但是我看到有些師兄的照片是歪的 傳說中說下牌是分件 你用力推它可以脫出來 嘩這個傳說 我見人家教人 我也是這樣聽 我等著它劈 之後我才買 有劈的可能性嗎 現在都倒了一點 看到阿古尼卡當年的勇姿 應該是這樣 就拿著兩把把力之劍 由藍天門 劈到不天門 先拉著頭一點 阿迪 這些姿勢是那些 健身選美的姿勢 丁字腳 它出場是這樣 哇 真的有點像五色物語那些 有師兄說他把劍被圍道爾射爆了 被人轉斷了的劍 可以有多強 糟糕 本身這一個駕駛者 對於朱古力的恨 這個其實反而 雖然後半段是一般的 但他那種 那些人對朱古力的愛恨 那種描寫 是寫得很好 為何可以迫發到他120%的潛能 去對抗巴力 就是這樣 說下半身 沒錯 我們一說 又是停不了 說下半身 說下半身 腰真的沒辦法 大家其實早前玩這個狼王 很怕腰會鬆 這個也很實 算是這樣 不可以說他實 但我這樣搖不會有走樣 當然 鎖上腰的可動給大家看 一定要關閉 他本身的腰下了很多功夫 你會看到左右轉 他那兩條油壓是真的 是真的 是動得很漂亮的 還有可動性很高 絕對沒有拿流灘的 這真是贏了 我以為他用軟膠針是假的油壓 只是假扮成這樣 原來是真的 他這個很有誠意 是 當然前後就靠上下兩邊的軸去做 但完全不是很漂亮的 動過上下都 沒有說話好說 當然 其實反而你說下半身那些 就不會有什麼特別驚喜 因為一定很漂亮的 動得 還未盡的 我覺得已經沒有需要 已經超過了九十度 金屬關節 我們有位很有心的師兄也留言 說回鐵血的孤兒 就算爛尾 起碼當鐵血的孤兒 鐵血之孤兒 就算爛尾 起碼機切世界觀的故事有新意 就不像H 機切世界觀的故事沒有新意 還是老土 只是Part2有新意 當你問我去比 我一定是鐵血擺先過H 但我又覺得 不要這樣提起H H唯一我自己覺得最失敗的 只是人切 我覺得他應該用不動向的 我又覺得OK 不算可動算 很噁心 很噁心 我又OK 我不是說漂亮 認真 不可以跟孤兒比 孤兒是很超班的機切 但我也不覺得H有問題 你們倆接不接受G之復國的機切 納莎 不可以 我除了喜羊羊之外 是買的 喜羊羊 即是主角機 根本就是搞不定 搞什麼 我比較喜歡配角機 我也是配角機 剛才師兄也提到 紫雙戰機的LBX 我覺得LBX的機切 也是不得了 你真是喜歡LV5的東西 所以他當年砌低H 我覺得是很合理 而且正常的 所以其實G之復國 是有點像LBX風格的 所以我都覺得很漂亮 其實我覺得H的 人切的影響 對故事的觀感 對故事的觀感 好像很移動向 好像好 但故事不移動向 你不明白 很辛苦 竟然 很難 劇情很跳 不知想怎樣 很多事情都沒有解釋清楚 因為他橫跨幾代 所以他很辛苦 大家在討論劇情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擔心了腳狗狗實實 其實後面一些管 著色都很精彩 另外腳跟位可動 可以用變態來形容 無論前後左右都是 所以變成了整隻東西 是正得爆 喂! 在做節目 喂! 麻煩 又拉回後一點 有些師兄 不知道我有沒有誤解他 他說是用鐵血去包裝H 可能就是像鐵血那樣的 機切和人切那樣的Graphic 去說回H的故事 可能我感覺會 沒有看過H 所以 我覺得其實他可以做到一個 很有史詩性的 H其實是很有野心 有幾何動畫 玩具行先的 其實H是行先的 還有一比48 但還是不受歡迎 不受歡迎就糟糕了 但你問我 機切是OK的 我覺得他太貪心 他的故事就想 就算是大人看 也會覺得他有意思 但他想Graphic 會吸引小孩子 他自己覺得這樣會吸引小孩子 所以就好像 兩樣卵投不到案 那樣 那些人切是不是閃遍十一人 對 就是Level 5 就是Level 5 搞不定 不適合 完全不適合 我不是說他肉酸 但我覺得他不是一個高達 一個正經的故事 應該用的人切 絕對不是說他肉酸 喜歡MCTO robot 先加上眼 對 你這裡想吐槽少少東西 是嗎 是 交給你 不用怕 用眼睛就可以了 其實如果之前大家擁有其他幾款 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他這個眼睛有些地方很奇怪 就是什麼呢 他這個眼睛是一個扁的長方形 就是狀態 就像那些 你就這樣拿一塊瓦吉膠片 剪出來 採出來 但是對比之前 狼王 石蒙力 維道爾 維道爾那幾款 其實你會看到 他那個是立體 類似閃電 它是一個零形的切面 但這個是一個正方形 長方形的切面 所以 它整體出來的效果 是好像 拿一塊瓦吉膠 咬出來的感覺 所以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 這件東西 比之前的版本更差了很多 可能他打算這麼小 是要裝 不是的 他之前推出的幾個版本 全部都很漂亮 很難裝的 難裝就算了 他扣在那隻角上 哇 很恐怖 很多眼睛 插去 他是硬插去那個縫位 對 也都不漂亮 給你一分鐘時間 不行 監製你那邊怎樣 監製很認真地點頭 監製已經一頭煙了 插一隻眼 嘩 插一隻眼 其實插一隻眼 挺有型 是 純粹以一個設計來說 這隻眼 這個 是 supposed 代表是光線 還是 是光來的 即是它類似是 爆裂的狀態之下 即是一個殘影 這個設計是很有型的 說實 想不到在高達上面 看到這種狀態 還要是 它是貌似真實系的設定 即是在機械人世界 已經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解釋一些 純粹是出現漂亮的效果 譬如是 Full Metal Panic 那種散熱的發絲 又或者神魂合體那些 不知是散熱的煙磨 還是做出發絲 今次它用這個 這個眼的殘影效果 都是一個 我覺得都是型的 殘影效果 我就想起 阿基拉電單車 它開頭那一幕 就拉著陣子 很漂亮 因為最近 Netflix 我可以看阿基拉 高清 哇 真是刺馬筋 刺馬筋的 這部動畫是 那時候的經濟環境 就是刺馬筋 還有其中有一段 他不知有一張紙 哦 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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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介紹的巴力 就是差不多了 看看你夠不夠膽 維抗擁有巴力的大家 拜拜 待會見 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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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了